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半天你出不了货,我没货卖,对吧,你还做品牌,你还做调性,你还做工业设计,你还做视觉设计,搞半天我又没货卖,卖了半天,原来我一个月能拿三万的提供,现在只能拿五千几成,老板,这傻子不要看了吗,你们身边朋友,或者你听说过,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吗,就是老板,应该我是没有,老板都会绑架了,老板他会去做一个权衡吗,怎么样风险最小,对吧,那我考量,对,我不会说我这边已经赚钱的东西,那我 一直把它推倒,重新再去干一个内容,倒不是推倒,就是在现在的赚钱的地方去做改良的时候,对,这个塑造阻力,因为一改良就意味着自我革命,我们会叫一个什么,小步失措,迭代快跑,有一些新的idea,像上次我们一起去学习的,我们会说把视觉这块呈现的时候更可视化,可感知,对吧,我们会去做这些东西,但这东西的话肯定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运转,它只会做加分的, 对吧,已经是加分项,对,加分项,我们今天跟另外一个朋友来自华东朋友的吃饭聊天的时候,还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跨境出货电商的拓渠道的时候,因为一旦拓渠道,意味着整个组织架迫,人才的梯队,培养的梯队,人才的成长路径都会不一样,就是隔自人的命,你担心会隔自人命吗,你会担心隔自人命吗,你现在从国内这块,你在国内电商做 全影响做的很牛逼很厉害的,但是你进入化境出货电商,你其实是心病弹子,你会担心自己被革命掉吗,然后他们成长起来了,你把你的客户带进来了,结果你们客户说,哎呀,老唐啊,你们还是稍微弱点,我们还是找老板去帮我们弄吧,对不会,你会担心自己,我只是举例子吧,你会担心被革命吗,你会担心被革命吗,这个担忧,所有人会有, 但是就是看这个大小吧,就是本身我,就算我去了解化电链上,我也只是做做尝试,也不会把他现阶段,你不会把他当做自己未来的主阵地,只是说我希望扩充自己的认知,然后就是说尝试现在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一个占比的话,可能是8,我的20%的经历,放在这边,发现20%的踩车80%的利润,赶紧欧引进来了, 可能会在未来对你的公司的业务方向,是的,就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可能又会这样,也不担心他是否革命啊,这些东西不是太担心,你担心你要革自己的命吗,尤其是你透渠道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阵子采访的其中一个机友就是王芳,我叫瑞库的,他是从平台起家,在平台独立站五五开,我也曾经问过他的问题,他说我问他,你现在这样子做,不担心革自己的命吗,他是从平台起家,在平台独立站五五开,我也曾经问过他的问题,他说我问他,你现在这样子做,不担心革自己的命吗, 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也验证过的告诉我的,他说我通过做正确的难的事情,我从平台单独拖一块去做独立站的时候,独立站的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知识,工具,认知,流程,人才,培育体系,他完全可以降维去帮助我的平台卖家,当然他已经经历过了啊,中间的凶险,我们现在警惠不到,警惠不到的,我会选择相信他,我会相信他,我会相信他就做,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笃定, 因为他成功了,你这么想,一将成名万苦哭啊,我们只看到王芳成功,还有千千万万,曾经想去拓平台,拓渠道,先不要说拓独立站的,单单拓平台这事情,就很多人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像唐总提到的,我从国内地上看幻想,我是看增量,我是看辅助,看一个未来,做一个战略投资,可能到最终我决定,还是专注在我自己的板块,他们其实可能是在,才是那个可进可退, 但是作为你,就不一定的了,我的话就要看条件,一定是,你要看你现在,我不是说我打仗,我们很想打仗,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我抢占了一块阵地,然后发现那块阵地更大,更肥,那我是不是把这个阵地所有的并利,还没有稳的情况下面,还没有更具体的情况下面,调去打另外一块阵地,投入产出比最明显的,最清晰的,结果发现后面就是已经,证明也没有受处, 对的,这边没收住,那边没公下,到处树顶,对,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智能条件去做这个抉择,所以我会有自己的一个答案,然后至于行不行呢,也要等做了以后才知道,最终要你去,用一段话来陈述你自己去拓渠道,这个决定,无论是你要拓,单一市场的不同平台,还是单一市场的不同渠道,要你去陈述,尝试了, 这个小半年的,你会去怎么样跟你跟大家讲你的得失,我们现在讲的是,还有点过早,但是我可以把我的一个心,内心的想法分享一下,用你可控的一个,可接受的一个代价去做的尝试,我觉得是永远是值得的,如果你永远不做新的尝试的话,那你,你的位置你又会更多,对,会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唐总,你看,你算是今天,算是 第一次,自尔巴尽的,也好,一不小心就被我拉到金桶,去做一个,从理论上看,他是完全不懂跨境地上,我们来去讲跨境地上的时候,你经历了我们这一个小时,对于跨境地上,你刚提出了,跨境出口的业务,对于现有的里面的,国内的营销业务,会对你们现有客户的业务,它会是个增量,也是个战略投资, 其实你对未来,对跨境出口的业务,会有什么期待,我是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会是一个,我为什么会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呢,因为我会觉得越难做的事情,才会越会形成壁垒,越难做的事情,越容易形成壁垒,就是你成功了,就会是你的壁垒, 然后如果打不下了,最起码还是有过,尝试过,有个光辉的历史,对,你不后悔吗,是的,就是我个人的就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去尝试,就是不会等到,我不会给自己后悔的一些机会,就是所以说我今天过来先,像我前面讲的,我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先看看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子,也祝福跟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会很奇怪,我们的节目里面从来没出现一个对跨境出口的完全不了解的人的嘉宾,为什么会把唐总请到镜头面面前来讲,我是想跟大家去同步一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座墙,对,国内电商朋友想攻进来,但其实平台的卖家里面还有一点强, 就是这种多站,多店铺的,多店铺还有强,品牌的,品牌会还有个独立站,独立站还有个更高维度的,就是全局道的,全局道还有个更高维度的,就是全球维度的,就是刚刚提到戴森,线上线下,从全局道都破坏到了,每一堵墙,其实它都是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前提就像你说,这是老白所说的,你是不是想去决定去做事情,创始人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然后从国内的朋友来说,我们认为,我们非常坚定的认为,因为我是从国内零售出身的,我是国内零售出身的,全球零售我们是经历过的,我们坚定的认为,整一个的跨境出货电商, 它在2020年,2021年才算是完成一个,从小孩到少年的成长,就是如果是用人的年龄的比的话,就大概是六岁开始读书了,原来它是用幼儿院的,就前几年我们都是在幼儿院,就是教我们拍拍手唱唱歌,现在在小学,你要教作业,教不是要被罚站的, 还要请家长的,请家长回去要被老爸打屁股的,就是今天的这种发现,接受社会的毒打,接受现实的毒打。 我还想,其实像佳哥他们的话,你跟你刚才说的很多毒墙,是现实存在,但是我觉得像你们的话,选择会更坚定一点,因为你本身就是做品牌这块的, 那你可能出来以后,还是会沿着品牌这条路去做,只是说,你把你们的这套模式,用户的这种调研的习惯,放在国外,对吧,到后面可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方式方式方式。 一个是结合本地的一个文化,一个是本地的工具,还有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实际操作上的一些,情绪渐进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会说,一度一度强呢?因为其实老白不是今天,你不是,为什么我要把你请到镜头面前来,为什么会把唐总请到镜头面前来, 因为我们有身边不同的朋友说,我想去做独立战,但是我做不好,我想去拖渠道,但是我拖不好,他一直在摇摆。 我们说未经人事,莫论人非,就没有经过他的事情的时候,不许停了他是非,对,但也不对, 因为其实这些朋友,一旦他踏出了那个坚定的一步,他会发现他其实,他的未来,其实会有更多的可期待。 是的,拖渠道,拖平台,拖品类,拖营销手段,拖流量管理渠道,拖流量的挖力渠道,最终还是取决于创始人, 或者说,主导人的决心。 是的,今天巴拉巴拉的请了我们两位,这个我们叫,有点像草台班子,三个草台班子搭财, 我们来了一个强的强文分享,非常谢谢我们的老白,胡伟,谢谢我们的汤城,汤城的老唐, 来跟我们去聊这些事情,关于国内品牌,要进入跨境出货的商,关于平台卖家,要拖渠道,拖平台,拖独占, 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记得关注我们跨境阿米秀,再次感谢两位。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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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